yroman 在畫中 閱讀亞灣的網的活動即將正式開始 這一次的活動主題叫做 《業術總圖閱讀亞灣的網》 為甚麼用這個主題呢 原因是因為 屬於高雄特色來說 最重要的一個區域就叫做雅灣區 那雅灣區現在真的是蓬勃發展 它有一種非常有生命力的感覺 那我們希望透過連結總圖 除了認識總圖的場館之外 那它也會認識因為總圖 而開始興起的這些雅灣區的地方 那今年其實我們也希望能夠有些創新 整個特殊館新的一個 二期的一個建制裡面 我們把這5G科技一起融入 小朋友們在夜宿總管的同時 他可以體驗到沉浸式的一個科技 那小朋友們可以很快的去體會到 什麼樣叫做科技 另外呢我們今年也結合國發會 國家雙語政策的一個重視 所以我們今年在我們的夜宿總圖裡面 我們融入了雙語教育這一塊 那其實透過戲劇結合雙語 讓小朋友從原來陌生不認識 甚至有的是害怕英文的 突然間透過戲劇 這樣玩耍起來的話 突然間他們就覺得說 英語其實沒有那麼的身份 蝸蝦喜歡你 然後蝸蝦喜歡你 也喜歡你 也喜歡你 Fear was the biggest 誰給幫我們 講最大 最大 最大 最大把自己弄到最大 YES 我們為什麼使用蜘蛛這個方式 來成為這次沈浸式的一個主題 原因是因為其實有很多書本都跟蜘蛛有關係 那小朋友們幫忙這些蜘蛛找回他們的書 幫忙這些蜘蛛找回任務 甚至在這個夜遊當中有蜘蛛出現 大家也會覺得有一點點小小的刺激這樣子 透過這一系列的活動 一系列的遊戲 一系列的破冰 然後最後很重要的就是 在台上呈現他們的戲劇 那這群小朋友也因為夜遊走圖這個活動 讓他們的彼此之間變得越來越好 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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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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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很少有機會可以夜遊鼓書館 然後想說小朋友在這個圖書館的環境裡面 他看那麼多的書籍 也有可能會引發他說 想要去接觸不同類型的書籍來看這樣子 然後又有館內人員可以帶領 然後也可以參觀一下圖書館的內部 那以後來的時候會更加的了解圖書館內部 我覺得主要就是這個氛圍吧 因為我覺得圖書館總管算是一個很象徵性的指標 都充滿繪本 跟一些很特別的一個空間設計 那我覺得小孩在裡面 他又可以透過營隊的帶領 然後又直接沉浸在這個圖書館裡面 可以夜宿 然後有一個很冒險的感覺 那我覺得孩子可能可以更開展他們的一個視野這樣子 讓小孩子接觸書都是好的 然後沉浸在書的世界裡面其實可以讓他們更有想像力啊 然後讓他們能靜能動 我覺得這個夜宿總管算活動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小朋友他們在這個活動當中 他們一定是首先激起他們想要看書的欲望 再來就是激起他們想要分享他們知識的欲望 那我覺得這整個過程非常有意義 大家一起把這個可以自己閱讀的文字 變成一個共同完成的一個創意 那我相信他們應該是在一個很愉快的心情之下來做呈現 然後來做表演 其實不管說表演的最後結果好壞 其實這過程是快樂的歡樂的 然後也可以給家長帶來那種歡樂的氣氛 然後也可以看到說 其實小朋友在這個短的時間內也可以還練到這麼好 透過比較不一樣的一個學習界面的話 可以讓閱讀覺得更能親近自己 所以在我們夜宿總管裡面 我們除了一直以來的特色就是透過戲劇表演 去融入他們對於閱讀的元素以外 那我們也嘗試了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雙語英文 那今年呢特別又把科技5G這一塊也一起來置入 所以這整個5G又加雙語又加戲劇 對小朋友來講真是一個非常難忘的主角 夜宿總統 夜宿總統 是一種非常難忘的主角 夜宿 sobre豪華 也好 8月9月27時間 al apologise 奈 巡返 2月27 Net 感谢观看